你想好为什么来加拿大了吗 是因为现在大环境的原因 突然刺激了你一下 被动出国 还是我就是想要出国 为了自己的一个需求 要出国的 你想好为什么来加拿大 还是为什么会选加拿大 而没选美国 澳洲新西兰 欧洲国家 是因为加拿大拿三分比较好拿 还是加拿大的整体环境 医疗教育比较OK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文尼博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曼省的生活 以及生活上的一些建文 还没关注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人 因为大环境的原因 突然刺激了一下 人民要认出国 所以说 就到这儿给大家细致了的 聊一下 你到底为什么选择出国 是现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确实现在整体的环境 出国越来越难了 回国相对来说 后面会越来越开放 现在出国真的是越来越收紧 很多人现在有想出国的打算 可是你真的想好来加拿大的吗 其实这个来说 因为我来这差不多也五年时间了 这期视频我就想细致的给大家聊一下 我当时为什么来加拿大 因为我来加拿大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疫情 我的考虑点会不会在你们的考虑点的一个范围内 我就今天这期视频细致给大家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会来加拿大 我为什么会选加拿大这两个问题 那咱接下来就去具体的去聊一下 我为什么会来加拿大 其实我们当时破产的时候是2018年 2018年的时候还没疫情 疫情是2019年真正开始 后面2020年2021年爆发 后面就是说出国越来越难 像我们2018年的时候 我当时是在广州也工作了几年时间 其实当时最大的一个爆发点是在于买房 其实当时买房因为我们在广州已经待了几年时间 打算落户于广州去买房去定居在广州 可是因为最大的一个爆发点是在于 当年是三年社保可以买这两个广州的房子 它有个限购 可是当我们真正说2017年所要买房的时候 它突然变到了五年社保 五年社保就代表着你还得在这个工作上 这在广州待两年时间才能有资格买广州的房 咱不说是在广州能不能买买得起房 可是你再等两年之后 时间一长 大家就我是感觉就没有什么目标了 还有一个没有什么动力了 这个也是我们出国的一个源头 所以说在买房买房上面就没有资格 当时就就想了想 那我就联系了一下在澳洲的朋友 这些朋友说国外的一个就是局势 还有一个整体的环境 当时我们会考虑的点给大家具体的来聊一下 我们当时考虑的点是在于主要是资源的问题 资源在国内的话人太多 所以说我们能抢占到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少的 比如第一个是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为什么在国内都会抢到学区房 大家如果想过这个问题没 为什么大家都会抢这个学区房 是因为这个学区房好还是什么 最主要是这个学校的一个升学率高 大家都是想往这里面钻 能让孩子更更加的去被名校所录取 因为你在在一个很好的资源圈里的圈子里面 你的成功率会相对来说高 所以说大家都会抢这个学区房 在教育资源方面我们更想着让孩子得到更好的资源 不管是从你的教育资源 还是你在学校里面的同学这些背景的资源都想进这个圈子 可是他的圈子是有限的 他只有比如十个圈 你上百万人去进这个圈子 那你什么人能进去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考究到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小孩 我们做规划 是做到后面 我假如有了孩子 我让我孩子上哪个学区房 学区到底能不能给他们买得了这边的房子 买得了学区里面的房子 第二个我们是主要是还能考虑到医疗的问题 其实医疗的问题对于我们来看也比较年轻 有很多人说你考虑的太早了 可是这个来说谁都不能保证我明天不生病 所以说就谈到医疗景区的问题了 医疗景区是代表着你需要挂号 你挂号你能不能挂到专家号 你需要花多少钱去挂到专家号 你能不能进到医院 你进医院有没有床位 我听说在国内现在这种挂号都 人家都不说是黄牛了 都说的是一个绿色通道的一个职业了 所以说当时我们想真的就是医疗的问题 是一个往后越来越大的一个问题 咱不说说得远 孩子生病 我小孩在国内出生 去哪里生孩子 这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当时也比较头大 第三个又是住房的问题了 住房是我们华人不管在哪里都会所要考虑的问题 我在哪里能定居 我在哪里能买得起房子 这就是说到了一个我开头说的 我被挤出来了 确实是从三年到五年对于我们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有了资格 可是突然没资格了 即使你有钱 你也没有资格买房 有很多人会反驳我 那你有钱 其实这个来说你们不用太多的反驳 我只是说陈述一下我当时的一个考虑点 这些考虑点你们肯定也会考虑 第四个就是发展机会 当时我们在国内的发展机会也不是太差 我们当时我们现在那个公司也现在发展也还可以 现在我和同时联系也发展也还可以 这个来说我更更看重的是后面我努力到什么程度 我能得到一个什么那样的状态 你们不要觉得你努力了就有就有收获 有很多人说我做视频 你长得这么丑啊什么的 你为什么有粉丝 其实这种来说大家不知道我背后的一个努力 就是我基本上我这三坚持了三年 差不多输出了也输出了几千条视频 他们只看到了结果 就像你们看到我已经在加拿大待了五年了 我以什么资格去来到了加拿大 后面我会去具体给大家聊一下 我怎么来到加拿大 也有很多小伙伴们也知道 不过我会气质的给大家聊一下 我们当时来加拿大遇到的问题 我这么说 我们遇到的那些问题 放到你们身上 你不一定会坚持下来 那就这些问题就具体下期视频具体给大家聊一下 我们遇到的问题 你能不能接受得了 其实发展经历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为什么公罗 肯定是想着更好的生活嘛 你努力的一个努力和回报 会不会成正比 成正比的时候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要是成不成风不正比的时候 你不会再正向的去努力了 所以说我们考虑主要就是四个问题 一个是教育资源 一个是医疗资源 还有一个是住房 最后一个是发展机会 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来加拿大 会来会来澳洲啊什么的 更多的是抢占这边的资源 比如我们在国内上名校 清华北大 我们多少人去抢这个位置 成千上万 甚至上百万的人去抢这个位置 在加拿大 他也有比较靠前的学校 都政多 多大 UBC 麦吉尔 这些比较好的大学 他们抢 像孩子在这边的话 他的抢占的一个教育资源 就是上百人去抢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来说 就是一个资源的问题 资源分配的问题 我们以换个环境 我们有可能 我们的几率更大点 上名校的几率更大点 得到的资源更多点而已 所以说 我咱不谈 谈得多么的高 高雅什么的 说的最实在点 就是说我来这边 我赚了这多少钱 我花出去 能得到更大的一个毁谤 那好 接下来 我再给大家具体 谈一下 我为什么选加拿大 之前也说过 其实这个来说的话 有很多人会在澳洲 美国 和加拿大 还有新西兰 这些国家去做决定 其实我就是 最很普通的一个人 我就是想着 不管怎么样 我出了国 我要留下来 我当时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留下来 所以说 我就筛选 哪个国家比较好留下来 很多人会考虑 那我资金够不够啊 什么的 我当时真的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我考虑的问题就是说 我怎么能快速的留下来 仅此而已 像美国和澳洲 他们两个的弊端就是在于他们的时间太长了 拿身份太长了 我有朋友在澳洲八年才拿到的身份 因为这里面他为什么长就代表他他他里面的政策不是太稳定 政策不稳定的时候就像你打怪打怪一样 随时就会归零 你打到一百级 卡 归零了 不稳定就代表你的时间线会往上拉长 还有一个 这两个国家的竞争力也比较大 像澳洲的澳洲美国 他人家的天气就完胜 加拿大 加拿大的天气真的是太冷了 加拿大的所有的城市差不多都都比较冷 温哥华的话就是雨多嘛 在整个天气来看 加拿大没有哪个国家 没有哪个省份比较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相对来说好拿身份 因为来这边的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就近几年会会多了起来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最主要考虑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还归到医疗的问题 加拿大美国澳洲 他们都是这种全民医疗不过气质的 你会发现加拿大的全民医疗 他们没有附加太多东西 只要你你有这边的公卡 超过一年你可以得到这边健康卡 只要你有了健康卡 你就可以到的得到这边的免费医疗 他的门槛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就代表着他的免费医疗 你可以伸手得到 美国的话好像是得要一个标准 才可以得到医疗免费的问题 所以说来说 新西兰我当时没有太多的去了解 我主要是了解的是美国澳洲和加拿大 就那时候就考虑这几点 我选择了加拿大 那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温尼博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其实说白了还是 以我的目的就是说 我想快速拿身份 仅此而已 因为我 我们当时的那个信息源更少 现在你们会收温尼博 会收到我的视频 有可能会收到我的视频 那时候收温尼博 全部是中介 中介也非常非常少 那边的这种真实的信息 是非常非常少的 也不了解 就知道这冷 仅此而已 就是连里面的细致政策也不了解 那时候信息更加闭塞 当时我们就想要两个省 曼省和魁省这两个省 因为当时是考虑的 要不去魁省 魁省的那个发育打到B2就可以了 也是非常诱人的 他是从19年之后才变得正 所以要工作才行 曼省他就是工作半年就可以提交省提名 其实现在坐在加拿大 温尼博觉得当时的选择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就是即使温尼博他有再多不好的地方 他拿身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比较快的 这是他的优势 所有工作工作半年就可以提交省提名 差不多从你开始工作到拿到身份 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 这真的是相当相当快了 有很多人 我听说半年就可以拿到身份 那只是提交省公民 你要说你直接走联邦 联邦也要差不多一年时间 那半年 拿身份的 真的是太夸张了 所以说回想起我们当时的一个选择 也有很多人说你们当时太有勇气了 其实有很多很多人 说你当到当时到底有多少钱 其实也没啥钱 因为我们在在广州也没工作太长时间 也没多少钱 这个钱是现在我能感觉到 现在来加拿大不管你去哪个国家 第一个是英语 第二个是钱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你手上可以没钱 不过你能瞬间的拿到那么多钱 比如你你父母资助 或者你能从朋友那边寄来那么多钱 你也可以 你要是说你你资金周转的能力都没有 那不好意思 真的很吃力 第二个是英语 因为我是爱人留学 我陪读过来的 所以说我的英语相对来说没有爱人过 爱人好 也是我来这边越来越发现 这个英语真的是越来越重要 这个问题 我下下期具体的给大家聊一下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中间到底遇到的哪些问题 我们也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反正我这个来说的话 大家也跟随我好多年的也有 我就想这期视频具体的给大家聊一下 移民不要跟分 一定要想好你的需求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 拜拜